阿伟 阿伟已经死了 你跳的吗偶像 总选我吃定了 周马也拦不住我 我说的 你知道这五个月来 我怎么度过的吗 你知道吗 没错 我就是传说中的偶像 当然只是小偶像啊 你们可能很多人还不认识我 那么我来做个自我介绍吧 哈喽大家好 我是GNV48的预备生王妍 我刚出道 可能很多人对我没有什么印象 只会觉得 好像是那个身材还不错 然后中态最高的小偶像 但是你们不知道的是 我还有一个有趣的灵魂 虽然呢 我还是新人 就要经历这么严酷的期末考 但是心态要放平 做人嘛 开心最重要 人生不就是起起落落落落落 学艺先学得 做戏先做人 我希望你们可以陪我 从最低谷触底反弹 我可不是佛系偶像 我是体验派偶像哦 虽然在做偶像这条道路上 我的实力还配不上我的目标 但是我希望有一天 我也可以说出 我亡言实至名归 今年我的目标是速报进圈 人生嘛 没有梦想 跟闲夜有什么区别呢 跟我一起加油吧 就算雨再移动 却不回头 不关风在胸都勾着手 勇敢的温柔 像战成花朵 璀璨出众 你和我 始终紧握 是谁又 出谋划测 人生博测 告诉你 江湖险恶 舞台上 光芒刺上面的生活 无数次崩溃 不如生涩 生活中 苦涂不得了没有什么 只能面对 现实的游戏规则 比如有一天 我们曾说过的梦 努力拼搏 告诉你谁是王者 缘起扬起 两爱回眸 我不退缩 张开了双臂肩手 飞于流言 针耳于笼 我不迷惑 因为你也相同 就算雨再动 也绝不会痛 不管风在胸 都勾着手 勇敢的温柔 将战成花朵 最残初衷 你和我 始终紧握 世界的四十八种可能 我是可以发光的可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